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C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两个指示点 第一个是ORC的数据类型 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使用ORC的SQL语句创建表 好的 以我们上次课学习的这样一个基础 Cindy液的新FROM EMP表这条SQL语句的执行结果 来看,我们一张表呢,是由很多的字段组成 表中的每一行记录呢 都相当于在每个字段的这样一个对应的位置 有一个相应的值 当然也可以出现空值 那接下来的话呢 对于ORC中每一张表的这样一个列或者说是字段 它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种数据类型的 那么问题是 针对于ORC来说 表中的每一个字段的数据类型必须保持一致 比方说EMP、LUMB你看到没有都是数字 ELEM呢,这一列都是字符 等等 那么像数字和字符这种东西 就是数据类型 那么到底什么是数据类型呢? 数据类型就是我们给数据分类 因为不同类型的数据 它的运算方式是不同的 计算机不就是处理数据的吗? 对数据进行运算的吗? 如果是对于数字型的这种数据呢 我们肯定可以经常会做什么加减乘除的这种算数运算 如果是针对于字符这种类型的数据呢 就会是其他的一种运算方式 好的 所以本次课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就是 ORAC到底有哪些数据类型的存在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大的数据类型 不管是任何语言 不外乎都是分成字符和什么呢? 数字 当然ORAC中还有一大类 就是日期 以及其他类型 如果按照大类分 就是这么四大类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看一下 针对于字符类型 ORAC又是用哪些具体的类型呢? 第一个就是character 这个char类型呢 其实就是固定长度的这样一个字符类型 比方说create table test 这就是键表的语法了 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既然它这里已经用例子来出现了 那么键表的语法就是create table table lemme OK 然后呢 小括号一对 当然小括号不能出现中文 只能是英文 我们这一套课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知识点 就是说在用的过程中 边学边讲边练习 OK 然后这个是cleam的lemme和datatype 逗号 还有其他的列 因为一张表可能不止一个列 这就是键表的语法 create table 然后给表取一个名字 括号 括号里面就是列名和列的数据类型 那么每一个列 列与列之间用的是什么呢? 逗号隔开 最后一个列肯定就不要逗号了 好的 看一下这个事例 create table 创建一个表 表名叫什么呢? test 那么它的列呢 实际上只有一个列 就是lemme列 lemme列的数据类型呢 是calc的也就chare类型 chare的后面呢 要打一个小括号是什么意思呢? 小括号里面写的20 说明这个列的值 只能 最多只能放20个字符的差 长度 好 请注意 这就是定长字符 chare chare后面要给一个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给个数字哈 说明最大哈 就是说它能放多少个长度的字符 ok chare类型呢 它是固定长度存储 那么最大存储值是2000个字符 接下来 除了这种定长之外 还有第二种字符类型就是 woachare和woachare2 实际上呢 orak只有一个变长类型 就是woachare 它跟woachare woachare2哈 而woachare的话呢 实际上是woachare2的一个同义词 同义词的概念就是说你用了它实际上就是它 但是呢 呃 跟cqsower不一样的地方 cqsower是微软的数据库哈 cqsower就是只有它 没有它 但orak呢 是保留了对woachare这个字段的这样一个定义 也就意味着它现在只是一个同义词 但是将来说不定会根据需要有其他的定义 所以对orak来说 我们如果是woachare类型的woachare2类型的这种变长的字符串 我们一定要加个二字 好 这个woachare2呢 它最大的存储的长度是四千字符哈 四千个字节应该是 那么所谓的这种变长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剑表跟刚才剑表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lamb是chare类型二十个字符的长度 一个是什么呢 woachare2也是二十个字符的长度 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用cqplus吧 c-o-n-n-squot-tigo 修user一下哈 确定是scord用户 create table test1 好 lemochare 二十 接下来呢 再创建一张表的名字叫test2 注意 在同一个用户模式下 我们的表名是唯一的 ok 现在我创建了两张表 创建了两张表之后呢 你会发现哈 test1和test2虽然都有lamb列 但是呢 一个是字符定长字符二十 一个是什么呢 变长字符二十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这个时候 我往test1表中 插入 一个数据 刷新一下看看 出现了test1 我们可以 c-n-g的新 from test1 for update 这种用法哈 运行 好 这里有把锁 点击一下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操作了 我输12345678910 再输 不输了吧 ok 打个勾勾 打个勾勾 还不够哈 还得 提交一下 就这个意思 接下来再看 我只选中前面哈 去执行 后面的发update就不要了 ok 你会发现12345678910之后还有一些空间的存在 那现在呢 c-n-g的新 from test2 for update 好 在这里面 pr-seco里面呢 我们可以在seco窗口中选中 选中去执行 1234567890 好的 勾勾一个 接下来再提交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光标哈 它仅仅 虽然我定义这个test2这张表的时候 它的这个最大长度是20个字符 但实际上你看到我这里没有 我的鼠标点不过去了 而test1呢 在1234567890之后 其实还是有很大一个空间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往一个chern类型 就是定长字符串里面存 存信息的时候 如果你存的信息是小 小于它的这个长度 比方说我们现在只存了10个字符 但实际上它可以允许20个字符 它后面会自动补空格 但如果我用的是变长 变长的字符类型 去存储一个数据 那么我实际存储的数据 只要不超过 最大只不超过20 那么最终 我这个数据的长度 就是以我的实际的字符的长度为准 就不会再以空格来补足 好 这个就是数据类型 chern和warchern2的一个区别 除此之外呢 还有nchern 也就是说用的是unicode 的字符存储的 还有呢 nwarcher2 好 OK 这个就是字符类型常用的 orac中常用的字符类型 除开字符类型之外 还有数字类型 lumber 实际上orac的数字类型肯定不止lumber 但是我们在键表的时候 一般就使用的lumber数字类型 lumber的话呢 其实是有两个参数的 m和n 如果我订一个例子 如果我订一个列是lumber 3 逗号2 也就意味着我放进去的数字的长度 总长度是3 比方说1.23 1.23 它的总长度是三个数字 第二个参数2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它的小数部分有两个长度 那这个数字是绝对可以放进去的 除此之外 如果我定义的类型是lumber3 没有第二个参数 就说明是小数位数是0 三个都是整数 1.23 456 345 这些数字 还有23呢 都是可以存储到这个列里面的 这个就是lumber类型 除此之外的话呢 跟日期相关的 因为数据库跟日期很重要 就是date类型 date类型 专门放日期的 日期的类型就是连月日 连月日 Work如果说是在中文版的Work 这种安装环境下 它的日期默认是什么格式呢 CNAC的HeroDate FromEMP 就是17-12月-两位连 是这样一个格式 这个是Work中文版的默认格式 这个我在SQL Plus里面演示会比较标准 因为PL SQL中演示的话 你就会发现PL SQL它其实还是转换了一道 它默认的格式是 四位年斜杠 两位月斜杠 两位日 而实际上 Oracle的中文版正式的默认的格式 应该是这种 而不是PR SQL经过修改过的这种格式 除开date之后呢 还有一个日期类型的格式 就是Time Stamp时间戳 它比date更多的一点在于 它多了 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种毫秒 也就是说它可以使用九位数字的精度来存储秒 这比date要详细很多 所以它叫时间戳 OK 到这里为止 当然除开日期数字和字符之外 我们还有些其他类型 比方说 C Lob 就是说 存储大字符的对象的 存的都是字符 还有呢 B Lob 这个是二进制存储的大对象 可以最大可以存储4GB数据 非常大 等等 还有BFile 二进制存储文件的 等等等等 Oracle的数据类型非常多 但是我们常用的 请记住 好 我们是初学者嘛 先把常用的熟悉再说 常用的类型 字符两种 Char 括号里面是N 和 Warchar2 注意一下 数字就是Lumber即可 可以是两个参数 也可以只有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只是数字的总长度 两个参数的话 第二个就是小数位数 还有Data和Time Stamp 其实最常用的就这一些 至于其他类型呢 除非你要存储一些特殊数据 我们就会去采用其他类型 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 剩下的东西 我们会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深入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的第一个技术点 数据类型 就介绍完毕了 那么建表 我们再次回顾一下 建表的语法 第一你要建一个表的名字 而且这个表呢 是由哪些列来组成 那么每一个列都分为列名 空格 列的数据类型 这就是建表的语法 好的 同学们 你们都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